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你看我的帽子 哎呀好聪明啊 想着当帽子 这谁教你的 你看 不是这个是可以歪来歪去的 就把它放红上 把桥子就可以放着 桥子放在上面就够了 是你自己想到的吗 对啊 好聪明啊 你比妈妈聪明多了呀 很无奈啊 跟小米上步回来 然后 再玩一个小游戏 我们玩一个爱沙的游戏 就是他喊一下冰啊 我的冰都不动 然后他说不冰的时候我再走 正在玩的时候我们转个弯 就小米不见了 我以为他回家了 然后我就自己就回来了 就发现 门开了以后 在附近就发现 没有小米的棕林 我现在出去找小米 小米你去哪里了 我知道你记的路 但是你妈妈不知道你在哪里 你出去和你跟妈妈打招呼了没有 你现在 你妈一直想到 我爸爸想到 那时候还记得 我以后不回家了 然后说了多少次了 你那天还问了妈妈的 为什么会有人把小朋友骗子带走 鸡皮的 是的 你现在那不怕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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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他一手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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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来不要书书 介于小米同学 走丢是吧 经常就看不见妈妈在哪里 是不是 我来给小米来看一看 如果真实的情况 被别人拐走 或者是这个走丢了一口 是什么样子 给你看一下 看一下话你都不记得 你都不知道 平常妈妈怎么说你的 好了等会来我看看 好了你按吧 小朋友被走丢了小朋友 是的你看他 这个小朋友走丢了 一百 嗯 一百人吗 不是一百万 这是假装 在路上 拿个棒棒糖跟红小朋友走 你看你看你会不会跟他走 你如果是这个小朋友 你会不会跟他走 来你看看 都有 你看看 你看 这个一个人过来了 给你棒棒糖你要不要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接 我不会 是不是都很惊讶 去嫌什么 他就是说如果 你 刚你看到这个糖的时候 你如果 看见了你小朋友拿的话 如果他们是坏人的话 你小朋友就已经走了 你这个小朋友就已经被别人拐走了 所以一定要叫好 等了 你上次不是问妈妈 别人是拐走了以后是个什么样 你看看 他们的饿 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 一场大雨下 一群孩子在屋檐下 全贩子便开始行动了 直接将下锅捕晕带走了 他们 听出来的时候看到地上 仅剩一把雨伞 痛失女儿的母亲 每日以泪洗面 悲痛万分 家里一位 妈妈我不要看 你不要看 你再知道了吧 你再知道了吧 知道了 知道了为什么 每一次你走牛肉城 妈妈有多生气了 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万一你要是走 走不见了 妈妈要多伤心 妈妈捐责你一个保 你说我怎么伤心 难不难过 好吧 以后还走不走丢 还跟不动妈妈玩 那个freezy的游戏 还要跟妈妈在路上玩躲猫猫 我就是想 我就是玩 等你冰 以后就 就走一步 就是没有 我还是要玩冰 是不是 就走一步 不走那么多步了 是吧 可以 但是你出去的时候 不可以跟妈妈玩躲猫 知道吗 你再知道为什么 妈妈有多生气了吧 好 你知道原因吗 知道 给我按摩是吧 会气 舒服吗 好舒服啊 哎呦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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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对 好 很好 哎呀 真的是 真的 小小好会你啊 我比他高 比我高 是的 其实呢 小朋友们 他们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什么都不懂 他们其实什么都懂 只是他们的表达的方式 可能没有我们大人那么多言话 对不对 对 与其我们用大人的权威去 呃 这个 去威胁他们啊 说哎 你要听话啊 什么的 不如直接 告诉他们 我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让他们自己去感受 这样做 到底是出于我们大人的权威 还是出于对于他们的爱 他们自己会有一个选择的 是吗 小米 是的 我们作为父母呢 做的就是帮助他们 引导孩子 做正确的选择 而并不是 帮他们直接的做选择 这样的话 很多问题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看 哎小新姐 不要把这个引了 不会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第二回解决度都有在下了 好 生之通知 收拾通知 是吧 生之通知 好 通知了 然后呢 记住啊 千万不要以后再跟 对 离开包裤的事情了 我们进去走过 不要离开包裤的事情了 包括在超市买餐的时候 也不要离开包裤的事情了 好吗 好吗 我也想一会 好 一小时多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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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